那么儒家的和谐屏风是这样 在道家的思想里面又是怎么样来表达和谐的呢 一提起道家大家首先就想起了一个图 这个图太著名太重要了 重要到什么程度啊 从道家的圣地楼关台啊 白云关呢到道士的道袍 是吧中医养生的这些徽标 那么甚至是韩国的国旗上面都有这个图案 那么它的地位如此的重要 以至于呢在过去被称为中华地义图 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幅图呢 请大家好好欣赏 就是阴阳鱼也就叫太极图 这种广为人质的太极图 它的形状就像两条鱼相互的纠缠在一起 所以在习惯上呢把它称作阴阳于太极图 那么太极图里面白中有黑黑中有白是吧 它表现的就是阴阳相互对立相互统一相互消长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图给读懂了 我们也读懂了道家了 道徒经里面怎么讲啊 道徒经里面讲万物复阴而抱养 充气以为和 这个意思就是说万物的构成都处在阴阳相互拥抱 相互纠结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中 他们是由于阴阳二气相互激荡而走向和谐 也就是说阴阳的和谐是构成宇宙万物的一个最基本的结构和模式 那么后来皇帝内经受到这样的思想的体罚 就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观念 叫做阴阳和万物生 阴阳和和万物才得以生长 那么道家的代表人物呢 庄子也讲 于人和者为之人乐 于天和者为之天乐 什么叫于人和 那就人的内心的这样的一种和谐 什么叫于天和呢 就是人和大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和谐 并且庄子里面还明确提出了一个理念 叫做什么呢 叫和天下 所谓和天下 那就是和谐社会 就是要实现全人类的一个和谐 这一步 一步 不会 Wide 我们说 靐教会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